朱元璋说的这句口头禅言用五百年,可是大多数人都读得不对。 明史的爱好者都知道,朱元璋是从一个农民出身爬上黄泉的,这一路的艰辛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。 而当上皇帝之后,其诚治贪官无力毫不手软,绝不姑息,令许多当官都战战兢兢的,同时他在那时也是杀戮成性,他瞒得许多政治手段都有点狠,不过他的那些事情就不讲了,就讲讲关于朱元璋的一些有趣的事情。 朱元璋说的一句口头禅,被言用的时间长达五百年,那真是妇如皆知啊,如今仍是家喻户晓的,林太子画像,而朱元璋是个农民出身的,其祖上好几代都是农民,从小就因为家庭困苦而为地主放牛换口饭吃。 其实那时说,他的理想应该就有块好地,娶了老婆生孩子就过一生了,然而原末是兵荒马乱的时期,他也是为了吃饭,从当和尚敲钟到湖里糊涂参军的,加上从小没有读上书。 当皇帝对那时的他应该是天方夜谈,可时时造就英雄党,对于他而言,出身无法改变,但后天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尝试去改变,万一成了呢? 确实出身是无法改变的,从他的名字朱崇巴,就可以看出来,在元朝时,汉族老百姓的名字,只能按照辈分排行或父母年纪相加来取名,因此朱元璋就有了朱崇巴的大名,其父则名为朱五四,到这里就知道底层百姓许多的艰苦和限制了, 而成年之后参军,在战争不断立功的爵位,带着手下不断向前前进,由于朱元璋不是达官贵人家族出身,封建礼智下的统治,都很奉承合乎天理,什么都要和当时的礼智一致,而朱元璋为更好的统治字,即打下来的江山,特别强调天命,并的称呼方面下了很大的心思, 其实也是符合当时封建礼智的,最后朱元璋创造出来,一句言用数百年的口头禅,奉天承运皇帝赵约,古装剧都会出现的,一般都是这样念的,奉天承运皇帝赵约,其实这样的断句读法是不对的,正确应该是这样说的,奉天承运皇帝赵约,古装剧确实有多历史的东西都在误导大家的, 而有很多人是靠古装剧来了解历史的,这问题很大了,而远在春秋时期,各个诸侯发布的诏书,一般被称作命令的,后来这种情况也改变了, 是秦始皇横扫六国,统一中国之后就改变了,因为秦始皇违赵显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,就开始用皇帝赵约,且在玉玺上也雕刻着寿命于天,既寿永昌,习用义也是更好统治江山,证明自己是君权天寿,到汉朝也是这么沿用秦朝的, 而朱元璋打下江山之后,把国都定在南京,同时太祖朱元璋,也把南京改名为英天父,上朝的地方也称为奉天殿, 玉玺上也是镇刻着奉天法祖四字,目的就是显示真命天子,又通过文化渠道更深入影响人们,写了一篇《玉智记梦》,像真的一样讲述了他如何梦游天宫见到三星, 如何接受自一道人受以道符法见的故事,这篇文章讲述的故事,还真的被人们接受,不断在民间,官员上下传开, 于是朱元璋便顺其民意称自己为奉天成运皇帝,因此后来皇帝的诏述都是以奉天成运皇帝诏约开头,这东西的确是渔民的好故事, 不过朱元璋也是没有想到,自己创造的这句口头禅竟能沿用数百年,中国人基本都知道吧, 结语,你认为朱元璋统治时期是不是明朝最黑暗时期?